2019年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 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 这一年香港觉醒 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悲息的觉醒 有些突然 但也由来有止 是香港市民的觉醒 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一代的觉醒 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 再不会回头 里儿 香港觉醒筆录了里儿于2019年的正论文章 既有历史视觉的分析 却不留冰冷 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 也不失睿智 是历史的初稿 读着夹罪夹矮的时论文章 仿如置身运动之中 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优戚与共 同时能纵观大局 不迷失于旁之末节 里儿新书香港觉醒 已经有现货发售了 大家可以亲临普罗 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每本特价港币120元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售 or ever you think Rod is hard to make Must don't keep on rolling Yangokboka Musicboka I'm not in love So don't forget it It's just a silly fac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I'd like to see you But then again That doesn't mean You mean that much to me So if I call you Don't make a fuss Don't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the two of us I'm not in love No, no That's what I call you Just put into love We're not in love No, no I'm not in God More credit So am India Ah ありがとう I'm not in love I'll affect you N appoint it very much And I неп Big boys don't 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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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eep the picture Up on the wall It hides a nasty stain It's lying there So don't you ask me To give it back I know you know It doesn't mean That much to me I'm not a lover No, no It's me Oh, you wait a long time for me Oh, you wait a long time Oh, you wait a long time for me Oh, you wait a long time I'm not a lover So don't forget it It's just a silly face I'm going through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I'm not a lo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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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ectual you kn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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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gaged 不要緊 大家很開心的知不知 因為你有你的人生經歷 我有我的人生經歷 然後將這兩件事組合起來 看有什麼開心的事 我覺得是開心的 知不知 講一些東西精彩 然後你說你第一隻碟 你是哪一隊 讓我慢慢講 剛才你說的人生交叉點 可能大家同時間做了一件事 舉個例子 例如Stay Wanderley 可能兩個都在場了 可能坐前盤或坐後排 對 那買一碟又怎麼買呢 我不懂不講我的年份 當年香港還有一場店 現在也有 那間是新興 買一碟 大家不知26.9還是26多 很便宜 但當時我已經很多天沒吃飯 才買到上碟 我也有這樣的經歷 對 那要買的時候 由於這麼貧乏 你今天隨手走到YouTube上 你可以下載這首歌 但當時不是 是啊 那你就很謹慎 我買一隻什麼碟 正如當時我要看電影 我也要選我看什麼電影 我會去外等禮公 第一輪告訴我 不如現在 我買了這碟其實是一個很重大的人生抉擇 因為買了之後 我還沒有唱片機 那你買來做什麼 去別人家聽 哦 那這樣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 不過你講開也是 有段時期有些人家的比較兄弟多 有些比較租 地方不夠 還有我們 就是私人朋友說 以前如果我要聽唱片 如果要比較好的音響 那個喇叭一定很大的 是啊 就是等於現在 譬如我試過 我家裡有一個 就是好像我們前面 現在這個cabinet這麼大的喇叭 我近幾年 我去做另外一個節目 在旺角 他們賣唱片 都有一個這麼大的喇叭 嗯 那現在當然不用了 嗯 那所以當時買了一碟 買了之後 你就很惆悵了 就是怎樣放 就是怎樣聽 要坐巴士 就是別人家的家裡 就是別人家 聽完之後 就拿回來 未必別人家要借來 別人家借來 那時候你有沒有借唱片 借唱片給別人聽的經驗 有 有吧 那現在又沒有這件事 現在沒有人會借CD 我都會反過來 就問別人借的 還有一段時間後期一點 就說很流行租碟 又或者幫你錄 八十年代就流行錄的 六碟 你又給他一個列列 然後踢踢踢踢踢 寫好 明天或者什麼 早上來就說 今晚來 第二天過來拿 二四小時內給你 我記得好像是五毫子一首 五毫子一首 那還有這個翻版唱 翻版casset的年代 不過有些不合法的 我們不說 那當時你買了一碟 那你要平衡什麼樣做 第一件事當然喜歡聽 你不可能買一隻 不喜歡聽的碟 但是你又不可以買一隻很流的碟 流的碟是有什麼意思呢 我那個年代不會買一隻溫娜的碟 我那時候已經不會買一隻溫娜的碟 那時候溫娜都有翻炒碟 在苗街那些 我聽說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是不會買那些碟的 我們也會聽一隻溫娜 但是我不會買一隻溫娜的碟 那我們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那我們會做什麼呢 怎麼平衡那個消費呢 第一件事 買一隻溫娜的碟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聽Carbondus的 那不是不好 不過不夠帥 不夠帥 如果譬如說 我聽香港的樂句 那更加不行 如果你說我再買一隻碟 就是鄭錦昌 那更加 你意思是用那個年代的時代空間 去表達那件事 但現在我聽Carbondus 我就覺得很厲害 當然了 現在聽起來就覺得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他哥哥所有的編曲 都是十分好聽的 是很… 真的用回他們的英文來講 Harmony 很平均 但這個是Depends on 你用什麼角度去聽 對… 那你譬如說 我聽Bob Dylan's的 這樣也是很厲害 這個證明你英文好 但是你聽Bob Dylan's 你也有一個大忌 你不可以再去買 就購買別人的Gritish Hits 那別人會笑你 是 別人會笑你 是 是 那當時我去買的時候 我很慎重的考慮 我又不可以買一隻太主流的碟 因為也是不夠帥氣的 那我可以買一隻什麼碟 結果我們決定了買這個10CC 這個碟了 就是10CC這首歌 這首歌拖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引起一定的話題 當時在電台 香港電台也有去說過這件事 就是那個碟 特別裡面有一個歌 I am not enough 這首歌 它裡面的那個過程 大約是幾百次的 就是來來回回 這個一段一段東西 其實當時 因為我對這件事無所知 我又聽到覺得很厲害 後來我真的真的很厲害 當時我買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厲害 即是你就算買了 到當時第一次聽 都不知道那件 我只是聽到後面那一段東西 即是那段碟那段東西 就很奇怪 大家記住 不是數碼 而是一個 Analog的世界 即是一卷很大的東西 轉一下轉一下 那是池帶來的 沒有大 我懷疑那時候是那隻 很大很大那隻 其實來來回碟 是的 即是說其實它做的動作是什麼呢 錄那段 你剛才說的那段音樂 Click 3秒 好 停了它 剪 找另一個貼 再走 再貼 再重錄 再重踏 一直跌 其實它為什麼要跌呢 它其實就做個空間這樣出來 歌到最後 大家會發覺一件事 即是現在你聽下去就不覺得 如果在當時在七十年代七六年來講 它厲害在什麼呢 那種空間感到最後最後 你會覺得飄去太空 那一刻厲害 但是那一刻厲害的意思是 剪 負責剪 那個Sound Engine 真的蹲很久 感覺還可以 那個人 真的太多了 總之很煩 其實他們本身都是這樣的人 待會我們再說 你再說一些細節的東西 初頭就問這隊樂隊的名字是為什麼 TENCC 我很快就知道 一個男人他一生射的精役數量 你知道當時這些樂隊是 好呀 現在覺得很恐懼 那我又不覺得 現在沒有人做這些事 那是 但是你要在那時候 玩藝術的東西 你經常都會說我要假裝高深 不要說假裝高深 我要別出一格 我連說一些東西 都要有一個 agenda 有我的意思 我想到的東西 你想到的嗎 不是這樣想的 是這樣的 表面不是這樣 底牌就是這樣 當時你買一碟 其實你很猶豫 比如說這首歌 I'm not in love 我很喜歡聽 我到現在喜歡聽 但是 裡面有十幾個歌 那你就很懷疑 裡面十幾個歌 可以不可以 你如果買一隻大碟 我不是買一隻小碟 我回去只聽一隻歌 我不是很笨 很吃虧 結果我買一隻 你很滿意 滿意 因為為什麼呢 我回應這裡 這個碟裡面 我要趕回前一點 聽詩詩這隊樂隊 其實跟我們早前一些 介紹的樂隊成長差不多 它的經歷也很神奇 它是由六十年代開始 六十年代到七六年之後 起碼十年 那期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我們很年輕 就出來 已經在一個圈裡面 走 找自己的路 好了 然後 它自然地等於一些 一般錄音室 要和很多不同的歌者合作 和唱片公司合作 去做不同的事情 而最神奇的什麼呢 就是對於我來說 我和一個歌手合作 當期《小六十年代》很出名 尼爾士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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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唱這個 尼爾士達克 但是最厲害是什麼呢 他用他的聲音 做了一隻 我覺得是超級金曲 Solitary 這首歌 這首歌我聽下去是震撼的 震撼的地方是人聲之外 其實很簡單 但是他完全觸摸 寫得很好 這首歌 很有人性 很有心度 好了 接著他 你不要想著他出了名 就成了名 對不起 又不是 好了 有了一個電堂 他做了這件事 這個震撼出來 更神奇是什麼呢 接著說回Apple唱片公司 你見不見Apple是Beatles Beatles唱片公司 其實只有Beatles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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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間呢 Beatles有想過 想幫他們出地 但是那時候他們等 等了幾個月 都沒有feedback 當時他們回答 蘋果就說 因為你那時候 你給我的歌 未夠commercial 我暫時不會考慮 那他們會由威喪志 就是會這樣跌 他們沒有優喪志 他們又沒有跌 他們沒有事 繼續努力去做他們的事 然後呢 就簽了另一間場面公司 等了不知兩年 你剛才說的那首 Unknown in love 你知不知這首歌 錄了多久 這首歌 足足從頭到尾 搞了兩年 所以這首歌就出了紀錄片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有個技術的名字 叫Take Loops 是loop來動去的 這首歌本身 其實要說的相當多 因為已經成為了 維基百科的其中一條條目 相當之長的 就是這首歌本身 但是這首歌 如果純粹用歌詞來講 很適合當時 我們那種 在一個青春期間的階段的人 是 因為他這首歌是說什麼 是說失戀的 是 那個歌的表面說 我不在戀愛之中 那歌詞裡面說什麼 就是說 你又不用打電話給我 我又不會追求你的 你又不用特意走去 怎樣怎樣怎樣 我家裡就掛著這幅畫 不等於我愛你 只不過上面有個狠的同學 要遮住他 說完這些 其實是很kid的 很kid 但是其實是反話來的 全部是反話來的 我們剛才覺得 那些歌詞很棒 但現在就不一般 裡面有一段很有趣的 就是 有一段我聽見都聽不明白 我到近年才知道 他原來講的什麼叫 Big Boys Don't Cry 就是在後面一個背景 那這段說話是怎樣錄的 原來六六音就叫了秘書 走去 就找他們去講 但是由於那個混音的過程本身 是相當之精彩和相當技術的層面 層面來的 所以你其實就 這首歌就相當之耐聽 我可以說那個是神來之筆 那個女聲那個混音 那種吸引程度 我相信你會認同 是完全是一件 是因為你開頭那首歌的那個引子 很吸引到你 然後你一出這把聲 其實你就fall into it 你出不回來 那個問題是出不回來 你永遠都是很想繼續聽 這一把聲很輕聲 將這個be quiet be quiet 這一件事 我聽了一首歌 剛才你說be quiet be quiet 我就聽不到原來他 大個兒子不要哭了 為什麼他哭呢 就是因為他失戀 那他為什麼是說I'm not in love with you呢 就是因為其實他是在失戀中 那女生被殺了他 所以就說了一些反話 其實是安慰自己的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結構 整件事 很簡單的說 不要説説別人 你廣東歌是寫不到這種情懷的 沒有 因為是這樣的 廣東歌通常自己用第一身的 很少會寫反串去寫自己的心態 你寫反串物是誰 許貫英的 但是那個 我叫英的老婆 那是族的 我不是代表那首歌不好聽 大家不要抹 而是那個浪漫程度 有時失戀也要浪漫 是啊 對啊 那一個又是零